大家好 我想大家都很久沒見過我 至少有兩年多 差不多三年都沒出過片 中間我之前也有出過報告 也說過我們已經移居到北愛爾蘭 即是英國的其中一部分 之前為何沒出片 我想大家都會猜到 過了疫情之後當然是上班 你上班之後就很忙 很忙就沒時間出片 現在移居到北愛爾蘭 有些時間就可以跟大家見面 所以我之後的片 都會圍繞在北愛爾蘭 一個英國的地方 今次這一集 不是我就這樣說 我移居到北愛爾蘭就算了 其實我想提醒大家 我是帶了她過來的 她是經家當寄回來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爐是什麼 因為我之前有提過 這個金馬典的蒸焗爐 我覺得來到這裡之後 這個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 英國的電費都挺重的 所以如果這裡是英國的傳統焗爐 基本上這裡的傳統焗爐 一定是坐地入場的那種 因為她的焗爐比較大 所以相對要用的電和功率都特別高 如果你帶這個焗爐 這種比較小一點的焗爐 它就可以節省一點電 還有一個功能 這裡大部分的焗爐都沒有 就是蒸 你知道香港人或華人都比較習慣了吃一些蒸的東西 或者有蒸加焗爐的那些 它就有蒸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 它是很幫到手的 因為它有蒸之後 有一個爐弄好了 一來就節省位 二來它真的很節省電 其實我有看你們大家的留言 不過之前有很多留言 我真的不幸福 現在我記得有人問過 其實我買了這個焗爐 但我不懂得用 其實除了它的功能鍵之外 上面一粒有一堆功能鍵 除了用這些功能鍵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就這樣按的 我現在都不用功能鍵 所謂就這樣按是怎樣呢 按著它 用來用它都是那幾個功能 蒸和焗爐的 有時候發酵 或者要保持溫度 都會用多兩個模式 主要是用兩個 另外那兩個是輔助的 第一個就是蒸了 蒸的話怎樣用 就按著它 然後你想多少度 就算平時用鍋去蒸 最高溫度都是100度 自己本身已經是100度 譬如怕肉不夠熟的話 你可以調到110度 已經是才高 調完之後 就這樣按 Play 它就蒸 譬如那些食譜你說 要蒸10分鐘 或者蒸15分鐘 這樣 其實你照料15分鐘 照料10分鐘就可以了 你不用理會否 preview 是不會有預熱 就是那些 因爲gged 其實它的溫度是一樣的 我已经试过很多次 其实它也是一样的 那个分钟是一样的 不过蒸大家一定要记得加水 这个加水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记得加水 蒸一下就要停 然后又要中间再加 好像不够一气苛成 好像又会担心 哎呀 它究竟熟味的 其实一次过一开始加了水 就稳妥 刚才说到一定要加水 是不是 水盒 但有一件事也要注意 因为现在人在英国 如果你也是在英国 你要留意地区是否硬水 如果是硬水的话 水就很容易有水垢 这个水盒同样地都会有水垢 而且也会令到奴里也有水垢 蒸汽出的位置 所以如果大家是住在盐水区的话 最好用蒸流水 即是枝装那些 或者你家里浸泡了的水 然后才浸泡到水盒 那就会好一点 爐也不会有水垢 然后盒也不会有水垢 如果不是 我想大家都要定期清一下那条口 其实那本书也有教过 用柠檬汁滴在盒子里 然后做清洁功能 那么还有一样东西 要运过来之前要留意的 假如你们蒸的时候 这里流出一些蒸汽 就是有些蒸汽流出来 因为我们运过来之前 在香港的时候 就有少少好像蒸汽洩漏 有少少蒸汽流出来 找了保养那里 之后帮我们换了这条胶边 那这条胶边 就可以确保到 蒸汽流出来 那如果你家里的 爐都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就不用想 直接打电话去叫它做 除了蒸之外 那我刚才都说了 有两个功能最主要用的 那其实另外就是那个焗 好像有一个线 其实它就叫类似气渣 但它的气渣 其实是出热风的意思 另外就是上面开发热线 加气渣 上面开发热线 加气渣的好处就是 譬如你烤面包 烤一些要上色的东西 那你开了上发热线 那你上色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那其实又是怎么用呢 基本上都是 又是按那个功能键 按到去 然后按Pay 然后譬如你想调多度 譬如要调到180度 最基本 如果你调到200度 那如果你调到200度 就按到200度 同样地 可以预热了 然后再放些东西 下去烤 有时候可能你只是想 翻热一些面包 蛋糕 那你就可以一次个 放进去 然后一起预热 那它基本上我们试过很多次 就是 当它预热好 一声一声的时候 其实面包就刚刚好热的 英国那些炉 通常都是一件色 就是下面是焗炉 上面是电磁炉 就算是煤气炉 它也是上面一块的 煤气炉 有四个头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一个煲 一个锅 一个锅 可能这里放了两个 已经逼得全 基本上 所以另外一部蒸焗炉 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不是说特别卖广告 但我觉得真的需要 其实其他炉具的东西 例如气炸窝 一些小的气炸窝 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 接着一个蒸焗炉 可以另外一边又可以蒸 那这里又不用压着一个炉头 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需要的 基本上 如果你拿香港那些 什么buffalo 或者那些山铁锅 那些过来 你看这个炉头 整个三十几四十厘米 这个26厘米 三十几四十厘米 已经压着整个炉头 这个东西都要放在一边 完全是很压力的 所以我觉得那些锅 在这里真的 不太用得到 除非你的厨房真的会很大 你可能买的房子 厨房很大 厨房又弄得很开 否则 大部分这里的楼 如果是这样一件式的炉头 一定会摆不下 那些是 那些是 这个炉头 我们都用了四年 由疫情的时候 到现在 搬到这里 我真的可以有一个 很总括的讨论 因为之前你们看 我们都会用了三十分钟 蒸 蒸 蒸 现在我们用了四年 摆到这里 英国 这里 其实我的讨论 它的好处 当然我刚才已经说了 蒸 那些真的方便 和省电 但是当然 一定有一些不好处 每一尾赞的 不好处 我觉得都挺难清洁 它里面 那些不秀钢 我又很懒 整天焗完的东西 就有它 因为有很多人 因为不想它弄髒 是一焗焗一次就洗一次 焗一次就洗一次 其实我就不是的 整天焗完就有它 所以里面 那些汁其实已经洗不掉了 除非是很明显 一些油 一些汁 彈出来 那些你就可以表面清得到 但是现在那些已经吃光了 已经完全清不了 唯有有它 其实是 接着到里面 里面的风扇 那个位置 因为你也知道 这样弹一下弹一下 可能会弹到里面的 因为我们又是懒 又没有清 接着有一次觉得太骯髒了 要清 我们是要拆掉那块铁出来 那里有四粒螺丝 就扭了那四粒螺丝 然后拔了那块铁出来清 但其实清完也有很多痕 只不过是没有那么油 但是呢 其实我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 其实真的应该要隔一段时间 就要清一次 最好真的是 每次都要清 因为那个风扇 我们拆了之后 要清的风扇就很难清 就是它在里面的 你不可以这样放出来慢慢洗 那又怕会弄到它的线路 令到它会坏 那里面的风扇 那里面的风扇 所以我觉得唯一不好处 是这一件事 就是清洁的问题 那其他我觉得 要焗东西它也焗得到 要蒸它也蒸得到 它主要的功能是做得到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清洁就麻烦一点点 这一集短短的 就纯粹说回我现在去了哪里 亦都讲一下这个奴的 四年后的review 如果喜欢的话 就like share和subscribe 按下叮叮钟 这些最近的事情 我之后会不定期 会继续出片 大家放心 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见 拜拜